路透社昨日公开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上周与商界人士闭门会面的录音 林郑月娥在录音中表示 她已引起不可原谅的混乱 Unforgivable Herod 若然能选择她会第一时间辞职并道歉 她还表示 北京相信她能处理好香港问题 北京也不会出兵镇压 实际上林郑坦诚自己是在北京操控下 只是一个傀儡而已 这也解释了林郑 在习近平的督导下作恶 完全不可能回应示威者五大诉求 除非北京给出指示 而她所称 坚持宪法赋予的权力和义务 也诠释了她不得已的冷漠和残忍 说林郑是北京的牵线木偶一点不夸张 可以预见林郑这番讲话 势必遭到反送中 示威者的新一波抗议 林郑其实不是政治流氓 但在中共的逼致下 郑华向政治帮兄弟伸冤 中文 上官 预防 真正想 Everest 很大的 Barack 香港 是原本 这是您光顶 如此 你就这句 解释了 我想 机会 Li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林郑月娥今早出席行政会议前 见传媒回应事件 重申自己由始至终并无向中央提出清词 对于上星期一个并文会议的录音被公开 林郑月娥认为做法非常不适当 并感到失望 她又指该会议 是与商界及其他社会领袖进行的 非正式的私下交流 本应不对会议内容做评论 林郑月娥表示 由于并非预计会公开的说话 所以并非每个字都有含义 被问及该段说话的目的 是否要向公众表示很多事情自己无权控制 林郑强调该段说话并无任何目的 一没有就相关内容做出任何计算 或公布的准备 我仍然是非常失望 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信息 没有提出请辞的原因 就是我仍然是认为 我可以带领我的团队 帮香港去走出这个困局 当然经历了两个几月之后 那个情况是非常之严峻 现在亦都不能够可以预见 什么时候可以完全走出这个困局 但是我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有这个信心 仍然是有这个承担 是做这件事 所以并不存在说 是我自己很想辞职 不过不能够辞职这个矛盾 但当然你会可以想象到 在一个这么大的社会冲突里面 我作为香港的行政长官 我经历了一定的心路的历程 所以有时在一些私人的聚会 是分享一些私人的心路的历程 尽管是很困难 尽管我个人情绪有很大的波动 但最终的决定 都是以香港的市民 和我能不能够帮香港的市民 和帮香港走出困局 为最大的考虑点 这个亦都是一个很重要 或者是唯一一个 选择了继续留下 和大家一起走出困局的原因 这个系统 其实是一个单位 一个机构 也都不是我不认识的 就是大家坐下 是非正式 是很私人 是说明 是一个不会公开 也都不会引述 不会转述的场合 来到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香港目前的情况 我也都主动地去讲讲 我怎么看目前的情况 但是由于 由于是正如刚才所说 它不是一个预计 所以并不是每个字 都是有含义 如果大家现在在录音里面 每个字问我 这个背后是什么目的 当时是想传达什么 给社会收到什么讯息 这个并不是 这些说话的目的 这些说话的目的 只是同一帮 同样很有心的人 对社会很关心的人 作一个坦诚 私底下的交流 但是有关你几个问题 我都简单回应 第一 我们今次在止暴制乱的工作里面 其中一个最坚持 就是一国两制 这个也是香港 所有市民 希望见到 我们不会偏离一国两制 去处理 今天这个这么大的困难 同样地中央 亦都是很坚守 一国两制的原则 到目前为止 中央仍然是认为 特区政府 是有能力 可以自行处理 今次的困难 我们也都尽紧我们最大的努力 来处理这个困难 所以并不存在 说没有了一国两制 没有了高度自治 这个的担心 我们再次去复杂 我们再次去复杂 th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